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为各位所安排的7点半到8点 仍然是各位非常喜欢的coco.com 今天由戴基权 Buzz Orange的创办人来到节目现场 要谈的是选举网络趋势的进步 人工智慧让网络行销个人化 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非常多人 是关心政治的 而且也非常多的人 您对于政治的发展 是非常的密切的参与的 如果你现在就是候选人 或是候选人的助理 或是候选人的操盘人的话 那恐怕你要好好地注意这则新闻咯 这则新闻跟这个讨论 我们等一下免费提供给你 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 很多的重要的报道 在网络上面 都是专业都是know how 请你要锁定专业的戴基权先生 所谓你所做的剖析 看你能够学习多少 同时我们8点到9点仍然要看选举 现在的选举热潮 已经各个的政党都发挥了 他们缤纷灿烂的各种不同的选举的策略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 他也是台北市的时代力量党部的主委 他在台北市的选举上 他要做母鸡带小鸡 他要来到节目现场 同时也要介绍两位 他们的市议员的参选人 一位是林亮君 一位是林颖梦 都是年轻人 不是我骑士年长人 而是我认为台湾过去这段时间 对于年轻人确实 他们的参政或者是参与公众事务 甚至于在接班上 都不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 环境 不管客观或是主观 当然年轻人 自己的主观的条件 自己主观的企图心 自己主观的意愿也非常重要 但是不管怎样呢 在这个趋势之下 我们要看的恐怕就是 希望能够好好的 替年轻人找到平台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论是哪些政党 也不论你是几岁 只要你是第一次参选 而且是年轻世代 我讲的年轻世代 是你的脑子 是年轻世代 第一次参选 年轻人 25岁到35岁之间 当然 是我强力所推荐的 今天我在节目当中 当然还要询问一下 林承佐 你要选台北市 到底是做新闻操作呢 还是另外一个 真正的有高度的 严肃的思虑呢 好 在其他的重要的新闻上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 是在昨天呢 对于我们的台湾的观光促进 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呢 那就是所谓米其林在台北 已经公布了他们的名单 这个公布名单的同时呢 是到底是 这个各界是怎么评价的 在各界的评价当中 我们今天看到报纸上面呢 这个以苹果日报 他用非常突出的 而且非常 这个精彩的图文并茂的画面呢 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不出各位的意料 这一次呢 台湾居然还有一家 三星级的餐厅 那其实我昨天问了许欣怡啊 她也是这个重要的美食专家 她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 一个米其林要公布一个在地的 这个重要的是米其林的名单的话 如果在地没有三星的话 他们恐怕就是很难公布 昨天我们公布了20家的餐厅 其中只有一家三星餐厅 另外呢 两星呢 各位也不意外啊 是祥云龙云 这是日本东京龙云所投资的 但是第二家就是喜来登的请客楼 其实看起来我们的酒店好好的经营 它的餐饮其实是有回馈的 请客楼它的资历非常的丰富啊 其实老涛或者说 熟悉喜来登的人士都知道 其实请客楼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似乎的餐饮还有点退步 但是后来在蔡陈阳先生吧 也就是现在赖英玲女士 她的这个先夫就已经过世 他们这一个世代他们投入喜来登之后呢 才让喜来登呢 又重新恢复了过去来来饭店时候的美食的大北营 这样的一个名号 所以请客楼呢又恢复了他过去的风采 请客楼的吃饭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特别 但是他的小菜真的很好吃 而且在早年呢 我们呢到立法院行政院呢 新闻局去跑新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请客楼有一道菜叫做黄鱼面 那昨天呢 我看到很多的记者 这个资深的像联合网报的高凌云 他就把这些饭店的故事都写了一段 那还蛮有趣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高凌云的脸书 特别他讲到大三园酒楼 大三园的负责人 母亲跟他的儿子我们都访问过 那那个儿子呢 曾经要这个还蛮有自己的主张 用白话语就是他比较叛逆 他本来想说是要自己出去开餐厅 我记得妈妈都说过 他自己出去过好多次 但是他后来又回来了 那回来了之后呢 妈妈当然十分的高兴啊 那也就是这个大三园呢 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 大三园的故事呢 就是其实他是还蛮这个 跟政商界是有关的 那大三园旁边其实有家吉品轩呢 这也是很多政界人士喜欢去的 但这次并没有入兴啊 那这个是二星啊 这个一星的大三园呢 二星是请客楼 那更别讲了 请客楼真的是政商人籍啊 这个立法院的相关人士 各政党人士都喜欢在请客楼请吃饭 但是事实上 喜来登的成员好像也进入了一星嘛 其实喜来登很多的餐厅都很好吃啊 那他们曾经啊 就是说这个餐厅也曾经因为 蔡家所涉及的这个实性事件呢 蔡陈南离开之后 其实是一度是衰落的 但是又从谷底爬起啊 这些故事都还蛮好玩的 这个高临云写 这些故事写的倒令人觉得蛮有意思 当然移工得到了三星 大部分的美食界人士认为 其实是实至名归的啊 那移工这个地方的餐饮环境 喜欢的人会喜欢的要命 不喜欢的人恐怕会觉得 好像左右都不是 因为他走进去有点 这个色调比较暗啊 那让人觉得在一个 不是很灯光明亮的地方吃饭 可是他的餐饮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意 而这些创意的主厨呢 确实来自于香港的正宗的广东师傅 军品饭店他的总经理创办人是张安平先生啊 这个董事长是张安平先生啊 总经理是后来从文化部啊 因为梦想家什么两亿事件呢 就离开政坛的圣治人啊 这个是云郎集团 云郎集团的汉平酒店呢 在花莲呢 我们上上个礼拜在花莲的观光的促进上面啊 林家商先生也介绍了唐玉书啊 他们在花莲的汉平酒店的这位总经理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一星级的餐厅里面呢 那很多呢都是年轻人所做的一个创意料理 我们看到在台湾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 这个这个你会从这个星级的选拔里面看到 很多餐厅呢 它居然就是这个日本料理的态势啊 那这个日本料理的态势显示出我们台湾呢 在台式日本料理上面呢 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发展的 那很多人说希望这个米其林能够往南走啊 那走向南部呢会让大家更为这个惊艳 好这个是米其林啊 他们啊所公布的有一个烧肉叫做大腕啊 那当然也赢得了大家注意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米其林的餐盘啊 有一个米其林餐盘的名单呢 这个米其林餐盘呢 这个其实金蓬莱他也入了异心啊 金蓬莱的古早味的这个排骨酥是非常好吃的 那时尚欧洲菜啊 这个蓬莱金蓬莱的姐妹店 还有韩寿食谱 还有宝爱烧烤的老干杯啊 以及这个照烧菜的鸟席什么都进入了餐盘呢 他们有这个是前一阵子所公布的 这个小餐饮呢 这个之外呢 还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 这个台北的餐厅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也有人在脸书上面呢 就哈哈哈哈说了一些不以为然的话 那这个是昨天呢 因为跟台湾的观光旅游有关呢 在文华东方文华酒店所公布的比其林 当然洗了很多人的这个社群网站的版 但是昨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是霍金 他过世了 各位应该看过这部电影啊 爱的万物论呢 演得非常像他的本人啊 他说一个星球只有一种人类 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需要彼此包容尊重 他这个从小被认为他活不过这个简单的岁数 但是他却在76岁的今天长眠 那他是英国牛津人啊 这个就读牛津大学 他也在剑桥大学读过博士 他的不治之症 这个被他这个医生跟宣告之后呢 曾经在1962年 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 他出现了肌肉的萎缩性脊椎厕所硬化症的症状 医生说他只有两三年的寿命 没想到他从1962年被宣告两三年的寿命 却活到了现在他多活了五十几年 那这就是生命的这个奋斗力跟生命的张力 他曾经说21岁的时候 我已近乎绝望 但其后所得都是额外的恩赐 他的智商160 炫耀智商的人都是鲁蛇 这句话讲得真好啊 相对于台湾的某一位政治人物 不过他讲到女人 他说女人是迷 他一辈子研究外星 研究了非常多人类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他对女人却无法解读 谈生命 他说生命或许不美好 但总有可做的事和获得成功的机会 他的话是活着就有希望 炫耀智商的人 都是鲁蛇 当我近乎绝望之后 其后所得的都是额外的恩赐 好今天当然还有环团所注意的新闻 就是生澳电厂通过环评 关键的一票是现在的环保署的副署长 在政治上面 他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如果在专业上面是符合环评的话 我想各界也没有话说 环保署必须对外好好沟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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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